画面中 这位祝恩爷爷衣食节快乐的五岁小男孩 三年前曾不慎从20楼跌落 生还率几乎为零 为了将他从死神手中抢回来 湖南市人民医院进行了42天的生死营救 才让这位高空小飞娃奇迹般的健康存活下来 8月18日 中国医事节来临前夕 已经活蹦乱跳并深入血线班的小飞娃 特意让爸爸妈妈带着他从老家赶到湖南省人民医院 看望亲自上手术台将他从鬼门关拉回来的恩爷爷 八旬老教授无心术以及医护团队 这次医事节快到了 我们说个密爷爷发个视频 发个电话 一说请密爷爷发个感应都非常激动 他说要去看 他就想出来 其实说因为 这个是医事节 看望我老 以后我婆婆 说实话也感谢 他们过去 在养业身上的 非常大的付出 临行前 得知恩爷爷喜欢荷花 小飞娃在老师和妈妈的指导下 用最短的时间画了一幅荷花 写上恩爷爷医事节快乐 并且将画精心装表起来 亲手送到吴金书老教授的手上 看到小飞娃恢复的与正常小朋友无异 吴金书老教授十分高兴 他说小飞娃的出院曾创造了多个医学奇迹 如今又如此健康活泼 这让他为自己是一名医生感到自豪和荣幸 小孩子画这个东西 万一他的治理 已经恢复得非常好 也就是我作为医生来讲 看来有这种世界唯一的一个病人 能够活得这样 我感觉当医生是非常有心的 而这个奇迹是我们胡兰胡庸国的 这一批医护人员所创造出来的